手游酷玩 身上的颜色来找相同颜色的道路 他们俩交换了 然后把蓝色的大眼仔送到这里 然后就可以继续向上爬 这里边的人物都是这个大眼仔 蓝色绿色的眼睛都是非常大 一会看看他的头型一不一样 头型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绿色的头上绑着这个条带 每一个乘客 他会有一个自身的CD倒计时 如果这个倒计时结束 他会变得非常不耐烦 这就导致了游戏结束 我们需要在他发疯之前 把他送到指定位置 你想想如果让这个人一直在等待 看着这个电梯 在他眼前直接过去 并没有宰上他的话 估计他也是会疯掉的 现在马上吃上最后的打一包 获得了一个全新电梯 这要比我们最开始的这个电梯 要强很多 这个造型明显就不一样 最起码有一个保护外壳 看来这个位置是即将要解锁的人物 除了这两个眼影色的大眼仔 还有一些像动物 右下角发现了一个狗狗啊 只不过没有解锁 它是一个黑色剪影 这里又获得了一个新电梯 这抽奖上来就把送的这个梯子给换掉了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获得这个梯子 下面来开始第一关 这个位置是有点像地下的矿井 看来这个位置是他们在这进行挖掘 我们需要利用电梯来进行正确输送 这里有铁桥 有金矿 还有炸药啊 果然是进行挖掘 后方竟然出现了挖有金矿的这些矿车 你不要担心 当这个进度条 必将要耗尽的时候 我们把电梯 移动到它的面前 它上来之后 在里边是可以无限等待的 不要担心 它在里边会发疯掉 他们这些人 只要上了电梯 就比较安稳了 这边疑似性出了这么多啊 马上给它运到上面 习惯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关注手游户玩 这里又获得了一个礼物 可以先收起来不拆包啊 等完成了全部关卡之后 可以去拆这个礼物盒 有可能又给了一个新的电梯皮肤啊 现在这个梯子是最大承载是三人 如果想要一次性载更多的人 就需要去解锁新梯子 这个游戏的整体画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圆圆的卡通风格 颜色对比也是可以的 这是最后一小关了 这里边竟然放了TNT啊 看起来这非常危险 如果一不小心 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电梯都炸爆了 矿井坍塌了 也会被掩埋在这里 这个电梯竟然是无悬挂式的 只是靠下方的一个喷气口来进行上升 并没有实际的轨道啊 这个就比较高科技了 这个蓝色的大眼仔 好像挡得有点不耐烦了 如果这个进度条 即将要完成的时候 他会非常生气啊 有的人比较无聊 他会在这里进行一些运动 还剩最后一位 成功过关 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